张义娶了二婚的钱玲玲 竟还约定不要孩子 坚持丁克 而两人的相识在一次节目中 那时的钱玲玲离过婚 还比张义大六岁 而两人在接触中也互生情愫 钱玲玲问张义 我比你大这么多 你不介意吗 而张义很诚恳反问道 那你嫌弃我穷吗 两人在不久之后就举行了婚礼 而两人刚结婚 张义就得知自己的初恋意外成了植物人 后来张义也经常去照顾自己的初恋 而初恋在医院躺了十年之后 不幸去世 张义因为工作的原因 没有赶回来送他最后一程 还表示感到很自责 后来和钱玲玲两人就约定不要孩子 之后张义出演了士兵突击 不仅名声大噪 合作代言更是数不清 2012年 张欣一240万买了一辆越野车 张义没忍住 就摸了一下 结果第二天车就被追尾了 光维修费就花了40万 而张义在圈里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但是就因为这件事被人叫做摔神 导演杨树鹏步行这个鞋 开了一辆劳斯莱斯去找张义 结果被摸了一下 第二天车就报废了 之后摔神这个称号在圈里也就传开了 大家对张义是什么印象呢 欢迎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明镜与点点栏目